您好 这里是张联视野 中国这时候巨大的破船终于开不动 中国经济在这场病毒冲击之后呢 已经千孔百姓 因为当时中共采取的措施 表面上看来遏制了这个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但是呢 它这种急刹车呢 却导致呢 整个这个船呢就乱了套 我们都知道火车 巨轮也好 巨大的火车也好 都玩不了急刹车 如果你强行急刹车的话呢 那会带至巨大的伤害 凡是开车的人都知道 急刹车有时候是玩不了的 因为有可能杂被挽断 现在中国呢 可以这么说 就被挽断了 你看看这个 有一个最新的数字 就是4月3号 中国的这个铁路旅客居然减少了47%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指标 这就意味着减少了57.3% 这就意味着57.3%的这个产业 实际上是没有恢复 所以它现在呢 所谓复工呢 实际上没有复产 因为人都没有到 你复什么产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北京的地铁呢 居然只有三成人乘坐 这也就表明了北京处在一种半瘫痪状态 你可以想象 北京那样的城市 如果你没有地铁的话 简直都没办法运行的 因为很多人都住在郊外 他需要坐地铁去工作 去上班 而你如果是 比如说一个小时坐地铁 能够到 或者半个小时能坐地铁到的话 你要坐公交车的话 可能需要三个小时 那就根本就没办法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 百分之七十的北京单位 现在是没有复工 就是人们还待在家里面 这个情况应该说比全世界 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严峻 就北京仍然事实上处在封锁状态 还有呢 就是中国经济呢 它有三个模式 一个呢 是这个珠江三角洲 主要是香港人 当然后来台湾人 后来居上 在那里面经营 主要是为这个西方呢 就是按照订单来生产 就是为欧美订单生产 还有一个呢 就是长江三角洲 它以上海为中心 它呢 就是另一种模式的这个企业 但是呢 跟珠江三角洲呢 有点类似 尤其后来这个台商大局进入 所以呢 它两者都比较接近 但是中国还有第三种这个模式 那就是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呢 它的主要的这个窗口呢 就是义乌商城 义乌那种大量的国际小商品市场 因为以前呢 我也做过这个小生意 我多次去过义乌 那个商场的规模 国际商场的规模 非常多 非常大 有好几期 它这个 它不仅向全中国批发 各种各样零零种种的小商品 也让全世界批发各种各样零零种种的小商品 它呢 跟前两者的那个模式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什么呢 它是 就是温州模式呢 就是直接就是买家没户都生产 它是 应该这样说是 最具有中国社会传统性质的资本主义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呢 在最近这几年呢 遭到了最残酷的大击 因为它缺乏竞争力 而且呢 中国现在经济 唯一还能够苟延残喘的就是深圳 因为深圳主要它背靠香港 依靠香港的活力 还能够苟延残喘 其他地方实际上都在一败涂地 温州败得更惨 现在更是门可罗雀 这里面有消息说呢 这个义乌商城的那个很大量的这个小商贩 就是在那个地方摆摊着出售商品的 称住一个摊位 三个月都没有收入了 现在呢 依然没有收入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中的一个大项是外商 外商现在不来了 比如说中东 非洲的 亚非拉的商人 到小商品市场去限货限购 因为这样可能拿到一个好价钱 所以规模也相当大 都是限交定金 限看货 然后呢 就安排船运 但是现在呢 国外的商人没办法进入中国了 同样 中国各地的很多的商铺 都是靠到义乌局进货来生存的 因为我做过这个生意我知道 不管是安徽 你是山东 还是河南 你甚至内蒙新疆 你的凡是 就是做那个小商品贸易的 一般来说都是到义乌局 看货 订货 因为呢 你通过其他方式 因为中国它是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 你通过其他方式 你可能就出现问题 出现纠纷 而且呢 在中国呢 一旦出现纠纷以后呢 就会搞得你焦头烂额 因为司法不公正 你找不到公道 所以说呢 大部分商人比较务实的 都是选择呢 自己定期的 比如说一个月一次或者两次 坐这个车或者坐飞机赶到义乌 然后呢 在那里面现场订货 发给那个现在的物流还算比较通畅 但是这一次呢 经过病毒的冲击之后呢 中国的物流呢 也是陷入了瘫痪状态 所以说呢 这个义乌呢 基本上完蛋了 义乌完蛋以后呢 可以这么说 长江三角洲呢 也会完蛋 再加上香港陷入危机 香港呢 很多人都忽视了香港的经济作用 要知道 这个通往这个世界各地的贸易的 大部分订单 还有融资都是通过香港进行的 香港呢 就相当于一个买办 一个中国经济的对外窗口 一个不可或缺的买办 就是说 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去到火车站蹭火车 你要到售票 去买票一样 全球各地的这个资金呢 进入中国呢 主要是通过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它有信用 它有法律程序 就是说呢 你在香港 比如说一个美国商人 一个欧洲商人 或者日本商人 它要是如果到 直接到中国投资的话 这个钱可能莫名其妙地就丢失了 而且它还查不清楚原因 而且当地的攻击法呢 都会 也会帮助当地的这个腐败分子 一起合作 就等于把他们的资金给吞了 因为他们毕竟不熟悉中国 相比而言呢 香港的商人呢 既熟悉中国的情况 同时它又有一套成熟的英国人 建立了 运行了长达180年的制度 这个制度呢 基本上就可以 把这个欺诈降到最低点 因为你做任何生意 你是为了赚钱啊 你不能做 连本钱都被人家骗走了 所以说呢 香港呢 对于中国经济其实是不可或绝的 最近这个九个月来的香港抗争呢 应该说呢 对这个中国经济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这种致命的影响呢 不易察觉 但是呢 它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所以说呢 除了这个中共 制造自己制造这个瘟疫以外呢 还有呢 它在香港主动挑起的 这个香港人的这个反叛 通过送中运动 也给它带来了巨大的这个伤害 所以中国这艘军居的这艘巨船呢 这艘破船呢 可以说是已经搁浅了 它已经开不动了 它现在连原地都难以保持了 因为各方面都在崩塌 处在一种坛塌的这种状况 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说呢 最近一段时间 常常人们从晚上看到 这个有一些华人像北美崔哥 号召美国华人武装起来 建立武装团队互相支援 实际上这是一个中共的第五重队计划 因为中共呢 它这个在这个病毒 在武汉试虐并且通过武汉输入到全球以后呢 它处在一种惊恐之中 它非常害怕国际社会组成八国联军 讨伐中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已经在全中国内要求 18岁到45岁的男性公民 通通去登记 准备当兵上前线 当炮灰 保卫中共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 它当然希望在国外的华人 也替它充当炮灰 也组织起来 因为呢 至少可以牵扯到国外的一些精力 可以在国外呢 制造矛盾 这就是第五重队 应该这样说 中国的这个同乡会 这个校友会 基本上都是中共的第五重队 尤其在美国 中共的第五重队非常强大 就是说呢 至少呢 有上百万众 这些人呢 如果真武装起来的话呢 当然它是没有战斗力的 所以呢 只能充当炮灰 因为美国人民具有上武的传统 任何一个地方的美国 都有民兵 美国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武装部队 就像一个国家一样 就是它的国民警卫队 然后呢 它每个地方的民兵呢 都是非常强大的 可以这么说 华人武装是没有战斗力的 在美国 不仅别想跟美国的这个民兵较量 就是跟这个 韩国民兵都没得较量 因为韩国民兵呢 那个训练更好 训练有数 战斗力更强一些 连黑人对韩国民兵都比较害怕 中国这个 现在呢 这个北美吹歌呢 实际上这帮人呢 都是中共的这个代理人 都是在实现中共的这个战略意图 企图呢 在国际社会制造麻烦 但是呢 我相信所有的这些参与者 最终呢 都会遭到消灭 澳大利亚最近的这个排华情绪呢 不断加强 他们向中国索赔 要求拍卖中资企业抵债 这其中呢 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导火说 就是呢 澳大利亚现在疫情日益严重 当国家需要口罩 需要很多这个防护 医疗防护设备的时候呢 却发现呢 这个绿地集团 碧桂园集团 在一月份和二月份 买光了澳洲所有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口罩 仓库里面都买光了 然后呢 把他们运回中国 所以说呢 这个澳大利亚人终于愤怒了 然后有一个澳大利亚人跑到这个 拿着一个长鞭子 因为澳大利亚 它是扬背上的国家 它那个鞭子很有名 而且澳大利亚 善于玩鞭子 可以说一个澳大利亚玩鞭子 你十几个 几十个中国人都别想靠近他 然后呢 这个澳大利亚人拿着鞭子 到这个中领馆 这个悉尼中领馆的地方 挥舞批鞭 这个 充满仇恨的咒骂这个中国政府 中共 就是要求中共呢 付出代价 我认为他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这反映了 他的行为 反映了澳大利亚人民的愤怒 因为旁边的警察 没有制止他的行为 可能警察认为 他的行为是合理的 而且呢 他只是一种警告 他并没有把鞭子挥舞 像在那个地方排队 到中领馆 办事情的中国人 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只是一种 一种象征性的 一种恐吓 或者说一种 被激怒之后的一种反应 他代表了澳大利亚人民的愤怒情绪 然后呢 美国的这个战略家呢 这个赤伯丁将军呢 最近呢 又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呢 这个可以收缴中共高干在美国的资产 来 同时呢 要求中共呢 偿还二战债券 因为二战的时候呢 美国给中国的很多战略物资呢 是债券形式 但是呢 后来国民党呢 耍赖 跑到台湾 他不付钱 按照这个国际法来说呢 他应该由新的中国大陆的政权 也就是中共政权来付款 包括以前 还有满清政府修建铁路 实际上国共两党呢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都拒绝付款 实际上都是应该付的 你看俄罗斯多么糟糕 苏联多么糟糕 但是他承认一切内在外在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说 你不能说 我继承了一块提防 土地 哦 我只要这个土地上的好处 然后这个土地的这个 抵押借款 银行贷款 我不承认 这是没有的事情 就是你只要是个人 你就能想清楚 你去买一块地 你继承了一块地 你不管是用什么手段 你继承了一块地 你声称自己是 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任 OK 那这块土地上 以前的这个欠债 你就有义务来承担 但是中共呢 是始终拒绝承担的 所以施伯丁将军 这个主意很好 因为中国在美国呢 他有上万亿美元的 这个国债 还有呢 另外的投资呢 也有上万亿美元 这就是中国所谓 以前常常吹嘘的 三万亿美元 在美投资 然后呢 另外一笔投资呢 也不可获缺 就是中共呢 高官呢 通过贪污腐败呢 把大量的钱 运到美国 在美国购买了 大量的房地产 还有公司的这个债据 这笔钱要是 常付起来呢 可能要多达 十万亿美元 因此呢 我一直都认为呢 就是把这笔钱 没收了比较好 也就是调查 美国所有高官 及其子女 在美国的 购置的房地产情况 因为他们这个 全部都是贪污腐败的财产 所以犯罪财产 应该予以没收 然后赔偿 美国人民 受到的这个损失 然后呢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说到这个安徽 对这个黄山呢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发神经 他最近出台了一个政策 说安徽人呢 到黄山旅游呢 免门票 结果一下子就把这个周围的 居民都给吸引过去了 因为这些人 平时都没有机会去 因为门票的 票价将近两百块 一百九十八块吧 结果分拥而上 两万人挤成一堆 人山人海 最后呢 不得不关停 我觉得这又是在推动 这个病毒的传播 因为那么多人 挤在一起 你想想他手上 衣服上 脸上 不都沾满了病毒吗 对不对 有一个人就能传染给十个人 有十个人 就能传染给一百个人 所以我不知道 中国的这个官员 都在想些什么 你都在干些什么 都是一群脑残吗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星巴克 也就是瑞幸咖啡 很多人恐怕都不熟悉 它实际上是一个炒作的概念 现在呢 它不是前不久 它在美国的这个股市 几乎就是说崩溃嘛 它的那个股价下降了 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 到百分之八十 然后呢 这不算完了 因为呢 美国的这个公众很快就发现 就是通过这个股票市场的交易 就发现 居然最早都是星巴克的高管管理层 把抛售自己的股票 这个呢 就是说呢 它非常清楚 因为在跟美国这个司法部门 这个这个 跟美国的这个股市 在这个 就是美国司法部门发现了造假 股市发现了造假 在跟他调查的过程中 他感到自己 阴谋即将败露 即将遭到揭露 股市 自己的这个股价即将下跌之前呢 他们疯狂的抛售 OK 他们自己全部变现 现在呢 一个个都赚足了钱跑了 但是呢 他害惨了其他的这个投资人 所以呢 现在美国公众呢 已经呢 就是要展开集体诉讼 要求他赔偿 一百一十二亿美元 而且呢 不仅如此 就是瑞幸咖啡的这个高层 高管和董事会成员呢 都要面临25年 高达25年的这个刑期 因为这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 你上市公司 你有义务 有责任 如实地申报 就相当于 我把钱投资到 成千上万的投资者 把钱投入到你公司里去 为什么呢 靠着对你的一份信任 你有义务 诚实地面对我们这些投资人 但是中国的这个 上市公司呢 通通都采取欺骗手段 这种欺骗手段呢 现在呢 在瑞幸这里面 达到了一个典型的反应 所以说呢 这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这一套玩法呢 在中国是时空见惯的 你在中国 比如说你贪污腐败了一些 先注册了一个骗子公司 一个这个影子公司 骗了几亿 几十亿 甚至几百亿 然后呢 你收买中共当局的高官 或者中央领导 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呢 是普遍也一样 大家也没有办法 成千上万的上访 群体行为 有的围绕这个事情 都斗争了十几年 也没有办法来解决 因为它是一个腐败问题 但是这个 这一套办法 在美国是行不同的 因为这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 这是破坏市场信用的行为 你想 如果市场 如果美国社会 允许你瑞幸咖啡诈骗的话 那么其他的公司 不都可能诈骗吗 那么谁还去投资股市 谁还去购买股票吗 那就整个意味着 这个全世界的资产信用体系 不都是要破产了吗 所以说呢 中国人的这个腐败思维模式呢 是非常可怕的 它与人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人任何事情 面对任何麻烦都想着 我去找人 找某个领导 比如说我碰到官司上的事情 那我就想办法到公检法去找人 我碰到跟政府相关的事情 我就到政府机关 通过人打听来找人 原则上呢 你只要打听几下 通过两三个人 在一个城市里 一般通过三个人 你就可以找到 就是你需要找的那个办事的人 然后你就跟他两个讨价还价 你帮我这个忙 帮我 也就是说弄虚作假 帮我解决我的问题 然后呢 我给你一些好处 这个呢 在中国人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实际上这才是最可怕的中国病毒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意味着 中国人随时随地 两个人就能勾结起来 欺骗整个社会 欺骗整个人类 你想想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吗 随时随地两个人 三个人 中国人就能勾结起来 就是余力破坏规则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呢 出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而且这个价值观 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 你看看水浒战 你看看三国演义 全都是这种中国概念 全都是就是随时随地的勾结起来 所谓的什么拜兄弟 爸兄弟 拜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姐妹 所谓的这个什么朋友圈 所谓的什么人情世故 人情社会 其实呢 都是黑帮社会 都是呢 黑帮勾结 都是黑暗勾结 都是两个人随时随地 建立一个临时的这个契约 欺骗整个社会 或者说呢 损害整个社会 你得到一点好处 我也得到一点好处 这种行为 是必须要 要成为过去的 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不到 我们自己身上带有 这种思维的习惯性 碰到事情以后呢 我们不能够从一种 公平公正的 社会角度去解决 而是通过这种 私人勾结来解决的话呢 那么中国人是没救的 因为呢 这种价值观呢 它是以损害 其他人为前提的 这种价值观呢 可以这么说 它是不能够存在于一个 讲信用的一个规则的 文明社会的 好 谢谢您的收看 好不好 好看